昆布吐鸡由鱼包的做法 胖子制作这款汤 所用材料营养丰富 非常适合冬季食用 昆布与海带同属 但营养药比海带还丰富 昆布是一种含点量很高的海藻 多时昆布能防治此病 还能预防动脉硬化 降低胆固醇与汁的机具 昆布中荷藻酸钠盐 有预防白血病的作用 对动脉出血亦有止血作用 口服可减少放射性元素 酥酥酒食在肠道内的吸 收荷藻酸钠具有降压作用 昆布淀粉具有降低血脂的作用 双引号 鱿鱼干一条 鱼丸100公克 昆布100公克 奔机半支 松石5公克 将5公克 盐适量 清水适量 一鱿鱼干用适量减水泡发 二将泡的鱿鱼干去磨 打上十字花刀 三将鱿鱼头和虚切断 四奔机斩块洗劲 五昆布用温水泡软 六将泡好的昆布切断 七将奔机放入砂锅中加适量清水煮开 八撇去浮沫 九加入葱段和姜块 十盖盖转小火炖一个小时 十一再加入昆布段 十二加入鱿鱼干盖盖再炖30分钟 十三最后加入鱼丸和少许盐 十四盖盖再炖10分钟关火即可 小窍门解水泡过的鱿鱼干一定要多洗几遍 鱿鱿鱼表面的粘液一定要洗掉 盐不要加太早 点击